大家在講說 奇怪我們年輕的時候 好像我們過去的年代 好像賺錢很容易 怎麼現在賺錢很難 但是我是覺得說 像剛剛我們有談到一張圖 就是說其實早期 台灣做的是 勞力密集的產業 那也許大家都不需要 什麼門檻都可以工作 所以全民都好像受賄了 可是其實這個階段 現在大家去看看中國大陸 大家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中國大陸的 爆發戶這麼多 有錢的人快速的成長 其實他們成長 他們賺錢的都是什麼 也是很多人都是從事房地產 或是從事一些很做鞋子 就是很普通的一個產業 所以我覺得是說 這個也是一個國家 它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 它需要的一個就是說 產業或是就業市場 它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那說就進到台灣現階段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已經到了知識密集的階段 所以你看這個我們現在來講 企業有在找員工的機會 可能它這個公司本身 它又是資本密集 再加企業密集 所以它的那個門檻就更高 那剛剛那個邱老師有提到就是說 台灣現在服務業 其實占到七成 可是我們再回去看 台灣目前來講服務業的 比較有規模的企業 有哪幾家 事實上跟我們的製造業那個 就是說規模是完全沒有辦法相比 那很多的服務業 可能都是屬於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它並沒有一個比較好的 一個發展條件 所以很多的公司也許它就是 就是它的規模小 那麼它也許它的存續期不長 也許它能夠僱用的人數有限 所以也許過了幾年它經營不散 像說我們看到很多的店面開了 也許一年兩年它就結束經營了 所以這個變成說即使是服務業 它創造的這個就業人口 它本身的就業條件也不穩定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台灣在這個製造業這邊 一直往這種另外一個 就是說立即市場去發展的時候 那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是 台灣整體其他 如果我們要發展服務業 我們可以發展什麼樣的服務業 那它可以用什麼樣的規模去發展 才有可能創造一個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 其實在這部分 我覺得我們是沒有準備好 不過關於台灣的貧富差距問題 到底是不是現在台灣 已經正式走向富者橫富 就是有錢的人永遠是有錢 所謂的窮者貧者越貧 窮的是越來越窮 這問題是不是真的已經無法改變 台灣是不是距離均富社會 越來越遠已經是遙不可及 也歡迎觀眾朋友打電話 進來跟我們一起討論 可是我請教院長就是說 似乎我們如果台灣自己看的話 好像已經很嚴重 可是我們看看別人想想自己 恐怕我們還不是最嚴重 換句話說 我們這個嚴重程度 可能還會跟其他國家 繼續惡化下去 我們來看看亞洲四小龍 貧富差距的問題 台灣是五點九八倍 如果用五等份 大家都用五等份來看的話 台灣是五點九八倍 韓國是四點七 韓國比台灣好蠻多的 可是新加坡是九點七 香港也是九點七 換句話說新加坡跟香港的貧富差距 比我們大概嚴重將近一倍 另外我們來看到這個比較有趣的叫做 全世界的基尼係數 所謂的基尼係數 就是世界各國現在在評定 所謂的你是不是貧富差距 很嚴重的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這個數字呢 是用人口累積百分比跟所謂的所得累積百分比 然後我們越仔細呢就會得到一個越精密的一個叫做羅倫茲的這個曲線 如果說我們這個基尼係數呢就是這個黃色的區域在除以這整個三角形係數越大的話呢就表示你的貧富差距越嚴重 換句話說這個黃色區域越大的話呢 就是你這個國家貧富越嚴重 越小的話 這個黃色越小 就是你這個財富比較能夠平均分配 我們看到最嚴重的地方呢 大概就是我們看到這些比較紅色的 像是南美的玻利維亞 像是所謂的南非的這個波扎納 或者是像中非這個國家 這個是全世界貧富差距最嚴重的地方 次嚴重呢就是這個紫色的像是巴西啊巴拉圭啊南非啊這些國家 台灣呢其實是綠色的相較世界各國還勉強能夠接受 中國呢其實才比台灣發展的很晚 可是它的貧富差距已經比台灣更加嚴重 它現在已經到所謂的警戒值這邊了 所以藍色的是比較嚴重 綠色的是稍微勉強還可以接受 我請教一下院長 這個基尼係數來說 那台灣跟世界國家來比 是說我們其實表現得還不錯 還是說我們正在面面的 一步一步的邁向所謂的 急尼係數越來越大的一個趨勢 你如果說把這個時間拉長的話呢 在這個1968年呢 台灣的這個急尼係數呢是0.326 然後到了這個70年代的時候呢 它最低的時候呢曾經降到差不多是0.27左右 然後接著就是說到了現在呢 它現在又2007年的這個最後的這個官方的這個數字呢 是0.34 那換句話說就是說我剛才講的就是說我們曾經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現象產生 就是從這個早期的這個0.3多少呢 降到這個1970年代的這個0.27左右 那這個問題我們來看一下基尼係數啦 基尼係數事實上就是說在整個我們在做這種索德分配的這樣的一個 學術上的這種研討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啦 那這個指標呢事實上經濟係數裡面呢 事實上也就是在講這個所謂的這種所得分配的這個狀況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我們的這種所得的這種來源 事實上是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這個所謂的這種工資的這個收雇人員的這個報酬的這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呢就是這個財產所得的這個部分 第三個部分呢就是所謂的這種移轉的這種所得的這個部分 那就這個社會福利的那方面我們先把這個移轉的這個所得那方面把它撇開來 那事實上就是說這個所得的這個部分呢 它的這個重要性是非常的 工資所得的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學術上的這種研究這個充分的這種告訴我們就是說 這個由這個工資所得方面所產生的這種不均呢 它是明顯的這個低於這個由這個財產所得所產生的這種不均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是不是就是說往那邊靠攏呢 當然我們是有那樣的一個傾向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呢 就是我們的這個工資所得的這個部分呢 是越來越這個弱化 這個弱化的這種程度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的這種薪資呢 本來是最早是這個私資薪資是呈現副成長 是 現在是連這個明目薪資都呈現副成長的這樣的一種狀況 所以當然就變成這樣的 目前產生這樣的一個困境了 那我稍微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今天要解決這個問題呢 老實講所得分配的這樣的一種 現在呈現了這樣的一種狀況呢 是受經濟成長的這種速度呢 以及它經濟成長的這種形態都有關係 剛剛大家都有提到 其實我是覺得的 就是說今天 我那天看那個諾貝爾獎的那個和平獎的那個得主啊 他不是提那個Michael Finance的那個人嗎 那個孟加拉人嗎 我看他的那個 有毒師啊 對對他整個這個五十幾分鐘的一個訪談 我看了這個在某種方面我覺得很感動 他講了一個兩個名詞 他說這個原來我們的這個企業呢 事實上是有兩種這種經營模式的 那我們習慣的是這個企業是這個所謂的這種追求 最大利潤的這樣的一個經營模式 另外他提到他說他在做的那個部分呢 他說他也在賺錢 他那種Micro Finance不是不賺錢的一個 他說他不賺錢他也沒有辦法存活下去 但是他說他那個business呢 是有這個社會的這種關懷的那樣的一個基礎觸發的 所以就是說這個整個的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剛剛講教育這個還有這種 你要不要有一種這種社會關懷 這個都是這個將來大家 因為時間不多 我就講到這個地方 這個都我們值得就是說深思的一些面向 所以這個貧富差距其實是有解藥的 也就是說透過所謂的教育 當然教育可能還要再更努力了 另外就是政府的政策 以及所謂的企業經營自己的這些觀念跟價值觀 恐怕還要再改變 那關於這些問題觀眾朋友你自己怎麼看 我們先歡迎臺北的張先生 喂 請說 喂 請說 喂 請說 我認為齁 我認為那個臺灣的貧富差距 最主要是那個18%的問題 像平常一個老師有沒有 他在學校教書的時候 其實可能是5萬塊 但是他退休的時候可以領到7萬塊 光那個國家一年啊 就要為了18%虧空商